今天晚上好 我是山老师 这次要来玩树材纸 纸大概有160半的厚度 选好纸沾后放到背面 拿出5x5公分的 瓜牛砖 描起来 用剪刀剪下来 用剪刀剪下来 翻回正面后 拿出10号白水样笔 画出宝石的轮廓 外围画上小珍珠 宝石里面画上直线条 再来要画这个官方图案 它的名字叫卷草 在珍珠外围延伸卷草的图案 也可以自由发挥哦 封闭的空间可以用直线条来填满 再来装饰卷草的外围 拿出灰薄的绿盒 由杏色铅笔 宝石可选用你们喜欢的颜色来上色 最后再拿出白水样笔做点亮 拿出白碳笔 将所有的卷草都涂满 拿出推色纸笔 将白碳笔推均匀 拿出2笔铅笔 在白线下方打上阴影 并用推色纸笔推均匀 珍珠外围也打上阴影 用白水样笔修饰宝石周围 最后再签上自己的名字 拿出手站本 还有透明的相片脚 把刚刚完成的作品放进相片脚里 可贴对角即可 拼贴在本质上面 写上心情语录 这样就完成一张作品日记啰 感谢大家的收看 期待大家的作品分享 再见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